中年女人最容易出轨的三大时间点需要注意 一,男人长时间不在 很多情侣的感情败在异地是有原因的 毕竟千言万语都敌不过一句我在你身边 尤其是人到中年身上有了更多的责任与压力 孩子生病了,老人不舒服 家里有什么琐碎的事都需要有人在身边 跟自己一起承担 自己的男人不在,他只好求助其他人 自然而然,女人跟其他男人的接触就多了 当两个人熟悉以后,很多事情就变得不可控 毕竟女人是脆弱的动物 扛不住别人长时间的徐寒温暖 二,冷暴力 在恩爱的夫妻在生活中也会有磕磕盼盼的时候 很多夫妻落过矛盾之后都会选择冷暴你 其实冷暴力的杀伤力不亚于矛盾本身 这个时候女人会一边生闷气,一边对男人感到失望 在这样的心理环境下 女人就很容易有错误的判断跟选择 她会毅然决然走向能够温暖自己的男人 三,看不到希望 两个人一起生活除了最基础的生活保障 女人最怕的就是在男人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 虽然说每个人都物质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办法给到自己的女人富足的生活 那也至少给她足够的温暖 虽然说爱情跟面包同时拥有确实能有难度 对于自己心甘的女人,你连希望都没有办法给她 那也确实太过残忍